在欧文离开后就有传言,詹姆斯会在今下离奇舍而去,然而启示0比4被勇士横散后使我们更加坚信,他会在今下做出决定3。 不出所料,在交易市场开始起后詹姆斯,一天雷布基因二的速度加盟了洛杉矶湖人,那么詹姆斯为什么加盟湖人呢? 众所周知在詹姆斯成为自由球员后,许多球队都向他抛出了橄榄枝,这其中不缺乏火箭,76人当强队,甚至还传言有什马次也试图接近詹姆斯。 不过其中最为靠谱的还是火箭与76人了,这两支球队曾与图人,并骑使詹姆斯最大的费文下加,在詹姆斯成为自由球员的第一时间,他的好兄弟保罗就曾与他通过电话,试图招牧他加盟火箭,从实力上来看火箭无疑是黏姆斯最好的去处,因为他们刚刚与勇士在系绝大战了七场比赛。 若詹姆斯加盟火箭狭塞击总冠军基本是稳了,而从新秀红利来讲,76人的天赋也要比胡人强很多,恩比德,西蒙斯,傅尔茨等都是潜力新秀,那么詹姆斯为何最终选择胡人? 可见詹姆斯的决定,三主导因素不是独冠因素与球队实力因素,在球员科技丁峰会上,勇士曾经的FMVP伊戈达拉,给出了自己的观点。 他认为詹姆斯加盟胡人的最大因素,是洛杉矶的城市因素而不是为了夺挂,因为洛杉矶作为美国第二大城市,被人们誉为天使之城这里遍地是黄金。 并且詹姆斯不仅是未来球运动员,他还是,一位商人来到洛杉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利益,把自己的商业价值最大化。 据悉詹姆斯在刚刚加盟胡人,不久后,就与洛杉矶著名演员一起共进晚餐,不刨出金军演艺圈的可能,不得不说詹姆斯还是非常聪明的,三十四岁的他在联盟里来说已经不小了, 然而正是会上来说三十四岁政治事业的起航阶段,而来到洛杉矶就是为退役做最好的打算。